这么辛苦就是希望能够多赚一点点钱 大家都希望加薪 但是这个方式适合吗 老委会主委王如璇 最新抛出了这样的鼓励企业减税 来换员工加薪的政策 他打算透过法治化 强力要求企业主来执行 不过上班族却怕实质帮助恐怕不大 上班族林先生职称是执行长秘书 一天12个小时花在替老板安排行程 全公司他最贴近老板了 却有两年没调过薪水 但对于老委会最新抛出的加薪发 显得很无感 原因出在这儿 老公的立场我们一定是选择帮老公捡事 因为你至少知道是捡到了自己的 但是不知道资方会有什么样因应的措施 林先生提出的疑虑不是没有原因 就怕企业主加薪加贾的 变相延长工时扣奖金明目有够多 最重要的是薪水跟不上 飞涨的物价实质帮助不多 老委会主委王如玄最新提出的加薪法是 透过给予税负减免或者贷款优惠 来鼓励企业组替员工加薪 要在一年内完成规划 翟一神朱学恒本身就是开设公司的他 站在公司经营者立场又是怎么看 你减少这百分之二十的税的百分之二十 那也就是实际上用百分之百除下来 你一年实际的收入政府给你减税 减到最后只有百分之四 那你这百分之四要不要投注到员工身上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我们比较关切的是 企业对劳工这一块的社会责任 所以我们会比较锁定在劳工福利的部分 但有民间学者不看好 认为将加薪法治化缓不济及 最好应该在企业里面筹组薪资委员会 或者政府增加补助教育训练 当成企业组的真正犹疑 曾学陈建雄周宇的台北采访报道